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艺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来讲解各文列题 总题头 禅宗参话头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学艺 也是要参话头 大家算这一本这么大本 你要背起来不简单 我们的耶和老人太伟大了 他把这个意用得清清楚楚 参天良地 参透天地一切造化 所以我们耶和老人 我请问他 你是哪一位大菩萨来 他没有问 是不是福西式老祖宗又化身来 他也没有点头 只是笑一笑 我才悟到 当时释迦摩尼佛 最古是燃灯古佛 燃灯古佛在世间上转化 声声称四世以来到释迦摩尼 然后将这个法传入中国 开始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投胎转世 然后就会转回到中途来 然后就会转回到中途来 到中途来 他就一直转生化身 他有二十到达摩大师是二十八代 二十八代也是说 他的法则化身二十八个境界 二十八个世 到六祖的时候 我想他六祖弹经 也是金刚经的更加浅识 更加浅浅的解释 我常常在想 六祖大师一定释迦摩尼佛的化身 再来转世 将金刚经以生活法 把它破了很清楚 因为佛法 妙法它不是讲的天高皇帝人 佛法是用在生活上 若是一切法你离开生活 就不是法 用不上的法根本就没有用 所以我们历代列祖列宗 圣贤们 他们传了很多的道 传了很多的法 重点就是我们能用都上了 时代变形不同 英国不同 所以有不同不同的时空 在转化了各种的法轮 那疫经在以后老人 他把它阐述得很清楚 到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当今 我们台湾大陆 世界各国研究疫经的太多 尤其在德国人 研究疫经的很多 德国 其中道德经 德国人 研究道德经的很多 我们有一些流学到德国了 他们的教授在估计我们的学生们 说你们中国的疫经 你们有没有研究 我们台湾的一些博士到那里研究 流学的脸都红起来 你们中国的疫经很了不起 我们都在研究 结果我们国家的年轻人 后一代对疫经把它看了是迷信 不懂台叫迷信 很可怜 很可惜 我也希望中华文化道童 疫经的庙法 洪水学的庙法 我们能够在我们当今 有各位的你们的愿力 弘扬到世界上各地 任何一个地方 未来你们回去了 到自己的国家 你传到 一个人也没有关系 两个也没有关系 十个也没有关系 只要有缘的 你绝对不要嫌少 不要嫌少 只有两个三个 因为你们回来在台湾 看到我们这个 疫经大学同修 一下子几千人那么多 回到自己国内 怎么只有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才好教 两三个人 十个没有关系 五个没有关系 你教他们 然后他们可以再教 一直出去 一直演化 让中华文到道童 一直演化出去 我开始 我在传 受疫经的时候 也只有六个人 六个人 六个学生 在早期七十四年 我开始学习上课 教疫经的 也只有六个人 六个人 一直教到六个全部都不见 他们也不是成道也成佛 他们就另外去学其他的法门走了 后来我就在第二题次又招了十五个人 十五个人 现在就还留了还几位 一直留下来 后来到第一届 第一届现在都为讲师 都为法师一直传出去 那各位 第一次传 没有什么结果 大家是续个善缘 第二次再续缘 第二次续缘 大家本着这个法轴 因为中华文到道童是一以贯之 你一个人还要教 当时我对第一届的同修讲 你们即使到时候 原生原灭的时候也没有关系 我即使只剩单机 一个我对的 不会讲话的 也不会笑的 也不会拍手的 跟他讲 我也要讲 结果真的是这样来 我在摄影棚里面 两千多几 两千多天的时间 在里面都一对一的 还好一个荒潮 他不会话问 我可以单向的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讲了 两千多天来 我们叫中华文到道童 能够把他弘扬 所以中华文到道童 《易经》是道童 《风水》是人间净土的开创者 无论怎么样 都是整个人与人之间 非常有用的妙法 所以我希望各位 我们今天这个 各文类 提头 这个种头头 就是参话头 这个就是话头 提头 提头的种族 或者种族 《易经》是大学 大学在《易经》为心宣告 说明 第一 用神画质 用神画质 你用神画回头生 用神画进神 用神 必须只画财 只画财 笑哈哈 财画质 财画质也是笑哈哈 财画兄 财画的兄弟 大破财 忧愁满面 财画兄弟 财画货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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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画财 财画财 回头生 是画财 财画兄弟 是回头扣 就回头扣大凶 财画户是忧神 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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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画财 回头扣也是大凶 这是提头 你们这个机准备起来的话 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易经》八卦基础学 八卦基础学那里那一本 有没有送给各位 有 那里面很多的提头 你们要背 要背得很熟 你们背得很熟 是 哇 会好不会好 三公哈死鬼 道士吓死鬼 法师吓死鬼 为什么 我光练这些经啊 管你法师懂不懂 听到这些经啊 这些鬼啊 两个咖啡啡啡 他会练 我不会练 开始的啡啡啡啡 叫做三公哈死鬼 那么你说 哎呀 财化财啦 赶快把钱拿来啊 财化鬼啊 那 就是大凶无灾必有祸 哎 你这么多要去要背哦 要背 那这个说了长生歌 这个六星歌 六寿的歌 你们都要背耶 都要念耶 哦 这很重要的 好 再来 用神化胸 用神 用财 财化 财化胸 大的破财 回头扣嘛 财化胸 回头扣 回头扣 胸 财化户 财化财 破财 破财 又观飞 或者鬼化财 观思 而破财 这是用神化胸 只化乎 财不顾 只化后 财不顾 他就回头扣嘛 回头扣 财不顾 只化鬼 有灾 有灾烂 有灾恶 这个都提头 都提头 所以各位啊 你们那个 大化基础学 那个基础 你们都要背 才用神化胸 化胸 就回头扣 化绝 这是化绝 也是化胸 化木 都是化胸 化木 是化胸 我们再来 穗均 即当年太穗 穗均 比如天之旅 穗均 穗均 主生了 两种的 第一 九五 就是 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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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 再加上 太穗 生年 太穗 生年 就穗均 旺 穗均 旺 在去年 选总统 现任着 现在纯穗均先生 他是太穗 去年太穗是生金 他也是生金是生金 其他两位 都是生出一个谢 一个克 一个是谢太穗 一个克太穗 一个太穗 当头望 我说 一定连任 八年前我就跟他们讲 你一定做两次 所以弄 这不是天韵 不是谁想太強 没想太用 不是这个意思 天意 好了 2008要选了 你们赶快八字拿来我看 拿来我看 有了 不然没有了 不要再动算 动算 化解 跳一大膝 到时候又去坐总统府前面 在那边就又不对了 对不对 要知命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这知命 有时候 这个很好玩 我们了解了一下 很简单 很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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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边 又要穿米片 去年报纸 把我灯 那个灯 那么大 再来一个 什么大师 什么大师 结果混连禅士赢了 我也没有赢 全面赢了 因为 这个整个国家的政党轮替 像今天 今天来 你不好好做 县市长用投票 给你不流血的政变 不流血政变 就不给你做 这很好嘛 希望我们中华民主都能这样 跟着世界潮流 这是人类世界和平的最好的基尊点 那所以你们之一 明年 2008年 哪一个四摇太岁的人 就有希望 太岁忘 而且本次又忘 那边就忘了就有希望 就不用收拾嘛 是不是 不用伤感情嘛 所以我们有一位师兄 他掌握 当时2004年的 竞贤的总干事 我说你的老虎 我真买的 我说你老虎 用病 然后病无人病 病无人病 真的老虎啊 哎呀 这拍摄 外面都拍摄 后我就跟他们讲 后我到时候他有拍什么多少好位哦 后我什么什么牌 什么都会哦 后我你会梦想 会泡沫 会泡沫 到时候真的说要乘泡沫来啊 我说那样子啊 神告诉我都假了 神告诉你是今的 你一个神 神啊 都还在菩萨的果位 六祖慧能大师 他就是神 他就是菩萨 菩萨开示了都反面的 所以以后你们要去看签诗 哎呀 头签啊 你要都布施多少钱 我告诉你 头签想衰 你知道吗 头签想衰 头签要做大功德 头签要修行 什么什么的 头签都不好 好了 我们六十四卦天 前的天是六通卦嘛 是不是 六通卦什么都完蛋了 什么都空掉了嘛 我们的信徒来这 戳到前的天 六通卦 我爱不欢迎 你爱衰 老师现在衰 六签嘛 希望都无意 不要贪 马上停止 好 马上什么 重新来 思考 回去一段时间 就来谢谢 叔父 谢谢 哦 还好 老祖太灵了 你照扎的是第一签 要赚大钱 但是你的第一签是了大钱 哎 法无定法 好吗 太岁 若是 这个申金 甲生 甲生 去年就甲生嘛 我们现在咯 总统先生 他就甲生 甲生就甲生 所以讲翁嘛 天干很旺 地支嘛旺 天地都旺 我比较困到 哎 顺天 顺天者仓 最近有一些 要拿八字给我看 我要干什么 嘿嘿 什么啦 你讲啦 嘿嘿 2008 2008是不是 是啦 我那个我不知道 2008还没到了 到我再跟你讲 现在还没到 哦 我在讲你的空翻试 应该还有别人 比你一三比一三高耶 哦 所以各位同修啊 你们以后回去 事情哦 不要太 一下子 斩征地起 以后你没有路 没有后路可以退哦 哦 你夹 哦 他很旺 鱼 他会比较更旺耶 也许到边更旺耶 啊 丁耶 也许很旺耶 啊 你一直去打 啊 死了 你大家都说好 到时候全部都怎么办 那时候你会造口业 你会换业 会很烦恼 我们是安定整个受惠人心 不是制造更多的烦恼给自己哦 嘿 这一份你们要注意 太岁 就是拿 提供耶 尤其 太岁当头座 无灾必有祸 我们的住家 那明年 那明年 你们回去 在北方 绝对不能修理 绝对不能动 一动 灾难就到 那不是最新的 奇怪吗 你见公见业 明年太岁 明年逞荒 东南荒 要动土 一定要小心 东南荒 一定要小心 明年动土 不要开玩笑 就是太岁 那生吉四谣啊 那么有的叫挂生 我们不用那个 山木走 用咬入木 入动木 和动儿化木 山木 蒙 人入木最无奈 尤其我们四咬入木的时候 很无奈 尤其你的用神 财运 财运 入木就很无奈 有的我们的 沾一下明年的流年家运 如果阿观鬼啊 老公入木呢 你叫他多索一点 如果老公糊里糊涂了 我们就原谅他 就原谅他 老婆呢 糊里糊涂了 赶快把他 把他接回来 不要说 糊里糊涂 三两季就是离婚 那前几天 在大安市 有一位师姐 我看 他问家运 赶快 搬回家住嘛 我问老师 叔叔 我已经搬回家住了 搬出来多久 搬七八年 为什么 离婚 搬回家住 现在要黄租 搬回家住 要黄租 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不护黄租 很简单 两个就拉去 法院 重新办理结婚 就不要护黄租 这个也 痛不痛 他为了 问黄租嘛 最好的方法 不护黄租 赶快再办结婚嘛 就不要护黄租嘛 他有道理 我回去 我就 骗我的男朋友的老公 到底是老公 或男朋友 哎呦 我是像 男朋友的老公 或者男朋友的老公 男朋友的老公 男朋友男友的老公 哎 我回去办了啦 为孩子保护这个家 为孩子保护老公 老公的 书文证有没有拿下看 里面有没有 男里面添 老婆淑水 没有啦 没有 你可以先拿笔 可以先添嘛 那不是伪造文书吗 那拿去 户口 户中淑手 赶快添添就好了 这个也是安护 是整个 世间的 那一人入墓 入墓就糊涂了 入墓一糊涂了 我们要出墓出墓 把墓敲开来 敲开来 盖住了 打开来 心打开了 就走上好运嘛 好 我们早上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得了 好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